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太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未到播出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公本百合子的生子》 这是日本文学当中非常重要的 女性经典文学作品 原来出版在1928年 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还可以在这本小说里面 感受到《公本百合子》 她写她自身经历的时候的一些 特殊的传奇性以及戏剧性 这是麦田出版公司 列在《日本文学凡》系列当中 最新出版的书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公本百合子》是一个什么样的 日本经典文学作家 她是日本近代文学当中 非常重要的女流作家 最重要的是她的绅士跟她的遭遇 她出生于非常显赫的贵族世家 可是却在很年轻的时候 因为接触了文学 在白话派的印象底下 她开始写具有高度社会意识的 进而坚持左派立场的文学作品 以至于到后来 等到左派在军国主义发展的过程当中 被视为政府以及国家的眼中钉 所以在那长段时间当中 一直到战争 到战争结束 她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饱受了折磨 她的人生大可以 原来就依照她的这种贵族的世家的身份 可以过得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好 但是却因此因为她的思想 因为她文学的追求 而有了高度反差的人生际遇 公文百合子出生在1899年 她真的是非常显赫的一个贵族世家的女孩 她的本性是中条 出生的时候是中条百合子 她的父亲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建筑师 叫做中条金一郎 中条金一郎 也就是在明智维新时代 到了高峰时期 高度西化的一个受教育的人 她所取得的学位是1904年到1907年 这几年当中 她到了英国去留学 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学位 她的母亲也有来历 她的母亲在嫁给中条金一郎之前 她的本性是西村 叫做西村陆江 她的父亲也就是中条百合子 她的外公是西村茂树 西村茂树是明智维新时代 非常知名的启蒙思想家 虽然在日本以外的地区 大家对于西村茂树比较陌生 但是我们看一下西村茂树 她曾经参与过的一个特殊的社团 叫做明六色 这明六色是由六个人一起组成的 为了就是要推动日本的文明开化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的团体 跟西村茂树一起参与组成明六色的 其中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福泽玉籍 也包括了非常年轻 就到中国去当特使的森游礼 你就知道这是西村茂树的等级 西村茂树她自己也曾经成立过 叫日本宏道会 这都是建构了明智时期 日本吸收欧洲知识思想的重镇 这个西村陆江 她不只是西村茂树的女儿 而且因为这样的出生呢 所以呢她是就读于华族女学校 在华族女学校 她是以第一名毕业 因为第一名毕业呢 所以就得到了特别的殊荣 那就是明智天皇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亲自颁奖给她 送给她一本词典 在从中条百合子 变成了公本百合子 当然公本这个姓 是来自于她后来的夫姓 这个百合子呢 她还曾经有另外一个名字 是来自于她的另外一段婚姻 她曾经叫做荒木百合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荒木百合子的名字 是怎么来的呢 她在日本就读 东京离子大学的英文课之后 因为家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地位 所以很年轻 才19岁 父亲就安排她呢 去美国留学 她是在1918年的9月 到了纽约 在那里住了两个月之后 就在纽约 亲力目睹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所引发的这种狂欢骚动 所以在《生子》这一部 具有高度自传性的小说里面 我们一开头看到她写的 就是1918年 一个日本的女孩 她在纽约所看到 所经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之后 这一年 中条百合子 她就进入了美国精英的 长春藤名校 哥伦比亚大学 当庞听生 然后呢 在那个过程当中 很自然的就接触到了 当时在哥大留学的这些日本学生 她就认识了 在哥大攻读博士的 叫荒木茂 所以呢 发展了一段海外 因为她爸爸后来也回国了 就她自己留在纽约 所以这是一段自由恋爱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最后呢 是百合子自己做了决定 并没有经过家里的安排 她要嫁给荒木茂 她跟荒木茂 两个人呢 的生命经验 有一种非常奇特的 不对称 从一个角度来看 不对称是因为 一个很年轻 一个很老 百合子当时才19岁 而荒木茂呢 比她年长15岁 一算就知道 她已经34岁了 所以这是不对称 一个才19岁的小女孩 干嘛去嫁一个 已经34岁的老男人呢 尤其以当时的标准来说 但是呢 换另外一个角度 却显现出 完全相反的不对称 如果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的是 人生的阅历 以及在社会上面的成就 19岁的百合子呢 她的家世就提供了 她这么小的时候 就可以去20世纪 欣欣繁华的大度会 纽约 另外更重要的一件事 还有不只是来自于家世 了不起的成就 因为她自己很早 就显现出惊人的 这种早会的 写作的天才12岁 她就开始呢 最早是模仿原始物语 因为她读了 《与谢金子》 所翻译的日语口语版 现代版的原始物语 她就模仿 就开始写这种 带有强烈古典风格的 长篇小说 从这里开始起步 没有多久呢 她就转换为 积极地学习 现代小说 毕竟这诗已经到了明治后期 所以17岁的时候 她就写完了 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还不止这样 绝大部分的人的少作 最早在十几岁时候 写的东西 后来就是留在抽屉里 但她不是 她刚写完 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品 就在当时地位非常高的 启蒙知识重镇媒体 这个杂志 你看那个时代到现在 一百多年了 这个杂志 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 叫做中央公论 她的这一部小说 叫做贫穷的人们 就是在中央公论上面连载 连载完了之后呢 又立刻就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所以到去纽约之前 虽然她才19岁 百合子呢 已经是出版了两本文学著作 备受瞩目 而且引发了许多日本文坛讨论 你想想看才十几岁的小女孩 大家当然会觉得非常的感兴趣 引发了很多讨论的这种少女的作家 她19岁 但她已经有非常丰富的阅历 也在日本的文坛 已经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了 相对她要嫁的这个人 叫做荒木帽 她是歌大东方语言学习的老博士生 念到34岁还没拿到博士学位 快要拿到博士学位 那她的专长 她选择的专业是什么呢 是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再怎么冷门也没有这么冷门的 古波斯语 她研究的是古波斯语 当然荒木帽 后来在日本的学术界 也有她特殊的地位 那就是作为日本第一个古波斯语的研究的学者 那34岁她还在念博士 不要说她在日本没有任何的知名度 就连她到底什么时候毕业 毕了业之后能做什么 都是一片茫然 所以在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这一对夫妻是倒过来的 太太阅历丰富 有知名度 先生却相对跟这个社会有一种距离 有一种隔阂 尤其是她又在美国待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跟日本的社会 就更加不可能有太亲切的关系 百合子竟然要嫁给这样的一个人 这里面反应最激烈的 那就是她那个出身华族 而且你想想看 在华族学校 可以以第一名毕业的 个性非常强烈 也有一定野心的母亲 她就无法理解 后来更表现出无法接受 你干嘛嫁给这样一个没出席的人 或者不知道她要干什么的一个人 所以再下来 妈妈这个妈妈 也就会从现实的观点就怀疑 这个荒木茂一定不单纯 你为什么要这样娶我的女儿 一定就是看中了 我女儿的家世跟出身 一定就是把跟百合子结婚 视之为你的灯笼之术 要借此呢 摆脱自己过去困潜的这种人生的境况 所以她就更讨厌 更看不起这个女婿 觉得这个女婿别有用心 然后因此为了这个 百合子先在结了婚之后 回到了家里 本来还好 等到她的先生 荒木茂 也回到了东京之后 百合子跟母亲 就有了越来越激烈的冲突 有一度甚至搞到 她被她母亲禁止回娘家 经历了种种的风波 百合子终于在婚后的第五年 她选择结束了这段婚姻 在决定要离婚的时候 她也就开始写 生死这部小说 所以这部小说 虽然表面上是小说的形式 实质上却是具性迷移 记录了她的这一段婚姻过程 这就是生死这部小说的 重要的来历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我是王宏恩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 台北广播电台 FM9301 AM1134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上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Radio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角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日本经典的女性 长篇小说 生子 这是1928年 原来出版的 公本百合子 所写的重要的小说 在台湾 我们刚刚看到了 麦体文化出版公司 给了大家 出版了新的综艺本 生子这部小说 跟百合子 这个作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 这是百合子 替自己所写的一份 婚姻自白书 他要在这个小说里面 去追索 去交代 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思考了什么 在小说当中 跟在现实里 这个母亲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了解 在经历了跟母亲 这种激烈为了她的婚姻 而产生的冲突之后 百合子似乎是像在母亲既关切又质疑又困扰 有的时候又愤怒的凝视底下 决定要仔细的认真解释 自己为什么违反母亲跟大部分人的预期 选择了他们都认为不合适的这个荒木帽 作为自己的丈夫 在这个过程当中 百合子一边向母亲说明 但另外更重要的 也一边以小说和写作的自己对话 要尽量的弄明白 究竟这场婚姻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她才能够确定 在离开了婚姻 结束了婚姻之后 她要该怎么做 促使百合子能够这样的去检验她的婚姻 除了母亲之外 还有呢 另外她从小就擅长的小说形式 所带来的作用 还有一个不能够忽略的强烈的因素 就是在这个时候 突然闯入到她生命当中的汤浅芳子 汤浅芳子是谁呢 她比百合子年长三岁 原先她也是要进入百合子 所就读的东京女子大学 同样也是要念英文课 可是呢 她中途转向 她去念了一个在那个时代 比英文更先进的一门语言跟文学 那就是俄罗斯的语言跟文学 她就成了日本最早的俄语跟俄罗斯文学的专家 汤浅芳子 这就是选择扫人行走的道路 一部分跟她的女同志的情感特质有关 她早在24岁的时候 就在京都跟当时当红的一个名义级同居 汤浅芳子呢 她有与众不同的风度 另外 因为她的这种女同志的身份 所以她表现非常清楚 就不随便接受男性权威的态度 因此呢 就深深的吸引了百合子 更提供了百合子 她得以摆脱自己跟母亲争执 从第三不同的角度 一边是自己 一边是母亲 现在呢 她找到了另外一个稍微脱离超然一点的角度 来分析看待自己的婚姻 百合子离婚了之后呢 百合子取得了结束婚姻的勇气 她离婚了之后 汤浅芳子多重要呢 她一度跟汤浅芳子呢 住在一起 两个人有这种女同志相伴的关系 到了1927年的年底 他们两个人呢 又一起前往革命之后的苏联访问 也就是从俄罗斯这个时候 1917年之后变成了苏联 这一次呢 她离开了日本三年多 两个人呢 住过了苏联 又广泛游历了欧洲 回到日本的时候 百合子已经彻底的变成了一个 忠贞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认定了共产主义 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美好的未来 因此 百合子回到日本之后 就积极的参与 叫做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 作家同盟 进一步就成了正式的共产党员 那是1930年 我们知道1931年 就发生了918事变 接下来有震撼日本的226事件 一路日本的政治跟社会 正快速地朝向军国主义 倾斜变化 这是关键的年代 但是百合子 却明确地坚决地逆反 当时日本历史的潮流 在1932年 他就跟共产党的核心干部 公本显置结了婚 才有现在我们一般熟悉 一般称呼的叫做 公本百合子这个名字的出现 1933年 右派政府对于日共 发动了大镇压 公本显置被捕 接着 百合子也被卷举 然后被拘留 之后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 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当中 百合子的作品几乎无法发表 难得少数出版的书籍 也都立刻遭到了查禁 还好几次进出拘留所 他的丈夫 公本显置 遭遇更惨 1944年12月 他接受审判 在审判当中 被处以无期徒刑 所以那真的是 他们人生的最低点 幸好没有多久 判他无期徒刑的这个政府 就战败了 日本在1945年投降 所以呢 过了一阵子 1945年的10月 公本显置呢 就得到了释放 我们看一下 这十几年的经验 公本百合子 他有一种惊人的 坚强的韧性 跟他从那样一种 华族家里面 然后呢 受到父亲母亲宠爱的 这样的绅士背景 完全不相称 另外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表现出 近乎不可思议的一种 强大创作的动机 那么样严酷的环境 都阻止不了 公本百合子 持续写出作品 真的就是 不管能不能发表 或者是 要在什么样地方发表 等到战后 重获写作的自由 经过了一些曲折 到了生命的 最后几年 大概就是他的 到去世之前的四年 公本百合子呢 他就把他的这种精神 专注投入在另外一部 关键的小说作品 叫做倒标 也就是路标的意思 这个倒标 而且这是一部三部曲 倒标呢 这个小说 就等于是生子的续篇 倒标这个小说 在时间上 从生子结束的地方开始 去追溯描绘了 离婚之后的生活 重心呢 就从婚姻移转到 绝对不会有婚姻纠葛的 新的关系 也就是从思想到 欲望到社会关系 当时年轻的百合子 他如何受到 汤浅方子的影响 更进一步的 他整个人 被汤浅方子 以及去到苏联的经验 给改造 他把这个过程 完整的写在 倒标小说三部曲里面 虽然一算 中间呢 相隔了大概40年 不过前面生子 后面倒标 这两部小说 明显的构成了 公本百合子 他文学的核心 也是他最感人 最成功的作品 我们来看一下 他十几岁 少女的时期 起步写小说 他刚刚好遇到了 白话派 当令 所以他很自然的 就迎向那样的一种 关切下沉人民的号召 17岁的时候 他写完的第二部 也是他第一部 发表的长篇小说作品 就是用成长过程当中 去乡间探访 他外祖母 所见所闻 写成了高度社会意识的 叫贫穷的人们 后来他正式加入了 左派的行列 写了更多 带有社会写实精神的作品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追究 在那个内心的根底里 我们看到 宫门百合子 其实他还是非常 最新于 日本的这个大的传统 小说当中最庞大 最难以摆脱的 叫做思小说 反而是以 思小说的风格完成的 这两部 自传小说 获制了最高的 文学成就 连接 他的强烈社会意识 跟这个思小说的传统 这两者之间 怎么接上来的呢 那就是 宫门百合子 他非常坚毅固执的 一种女性的自觉 和女性的立场 大家想想看 在1920年代 甚至连 女性主义 这个名词 都还没有变成 通用的专用名词 也还没有 关于女性主义 非常明确的概念 形成之前 宫门百合子呢 已经借由他 这个不屑的 自我凝视 跟自我剖析 塑造出 完全跟传统不同的 一种女性生命意义 也因为 这样走在 时代之前的 这种先端的探索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 创作的过程当中 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 可以让 宫门百合子去一棒 或者甚至去抄袭 他必须 直接从生活体验 去整理 这种感动 疑惑 挣扎 决断 所以写来 我们今天读起来 也就格外的亲切 格外的鲜明 虽然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个小说 这些作品 从生子到道标 仍然保存着 跟今天的读者 可以直接感性对话 尖锐刺入生命实感的 这种文学的力量 在 生子的书里面 宫门百合子 真诚 深刻的 把自己 到底怎么爱上了 荒莫茂 在小说里面 把他改名叫做 电一郎 这个过程 另一方面 是以 在纽约 所受到的冲击 作为 大时代的背景 另外一方面 又添加了 跟父亲 先后染上 Fruit 也就是流行性感冒 要记得 那个时代 这是可以 致命的 凶猛的病症 不是我们今天 隔躺两天 就可以好的 这种状况 这样的一种 强烈的打击 所以呢 得以细腻的呈现 那一份爱情 并不是一见钟情 也不是他 一时糊涂 而是 有着环境的条件 加持的基础的 除此之外 周遭其他人 用各种方式 试图介入 提醒他 电异郎 不是好对象 他们越热心 就产生了 逆向 推波助澜的作用 使得 19岁的百合子 他那样一颗 早熟开始创作 不愿意受到 传统集体束缚的心 被这些现实算计 推向了 完全不具备 社会资源 和地位的电异郎 他爱上了电异郎 因为他更爱 不被别人决定 婚姻的自由 《生子》这部小说 完全从女性的角度 进行书写 用的虽然是第三人称 但他甚至 没有要假装客观 提供男性 电异郎那边的解释 所以小说 整体就制造出一种 特殊的 窒息性的气氛 持续陷入了 带有隔阂的 沉闷状况 带隐读者一起去思考 要如何才能突破 这样一种 两个人之间像是 透明的脏壁 还有 可以忍受 在这种脏壁当中 继续婚姻吗 婚姻这成立 和维系的要件 到底是什么 将近一百年前 公本百合子 对于婚姻的质问 和反思 一百年后 仍然可以有效触动 任何想要认真 理解婚姻的读者 这就是公本百合子的 生词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